这就是新加坡的电视运动 大家好 高兴 中方也始终把新加坡 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马永远愿意流长 中国运通西班牙一到 以建交50周年为新的起点 共享機遇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看 第一个是亚洲这些国家 亚洲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去年 在巴厘岛跟印尼的会谈 而且很成功 接着到了泰国去 那您看在这一次中 有这么多的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这些亚洲的国家 都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那缅甸跟中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 柬埔赛跟这个老挝的关系 那不用说了 因为柬埔赛前段时间 才刚刚举行军演 然后泰国他的副总理 都到这个机场去迎接了 机场去迎接中国的旅客来 林芳正也都跑去北京 要访问了明天 各位 这些动作 难道不是打脸了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 说中国霸凌他的周边国家吗 对对对 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传统基金会他说什么呢 说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 霸凌邻国 对 中国霸凌邻国 而这些邻国的领导人 都很开心的到北京 然后每个人都有 要不就是建高铁 要不就有更多的工业园区 例如说跟新加坡的工业园区 从苏州工业园区 天津的生态园区 重庆广西的经济带 然后还有新的合作计划要展开 马来西亚高铁这些 马来西亚高铁 泰国的观光旅客 都好开心 这些都给当地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而且双方的经济都有一起成长 再强调双方的经济 包括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思 到中国大陆都好开心说 我是一个成功的国事访问 然后带了满满的钱 带了满满的订单都回来 这个叫做霸凌 美国的智库 他们颠倒历史是非黑白的功利 实在是太低级了 因为你霸凌 霸凌哪一国 您告诉我霸凌哪一国 怎么关系越来越好 怎么关系越来越好 这个是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导致美国常霸凌中南美洲一些国家 那美国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想跟你 你看贺锦丽到非洲去 然后又要霸凌中国的时候呢 又要讲中国的坏话以后 您看那个非洲的国家元首就说 那个加纳说中国不是威胁 中国 你美国感觉到不舒服 我开心得很啊 我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啊 你不要扯我扯在里面 您看看这就是美国的智库 说谎专家 欧洲的国家 西班牙因为是欧盟的 下半年的轮值主席 其实他就是要改变 欧洲对中国的一个文件 也就是欧盟他们有通过一个中国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在川普时代 一直到拜登对中国极不友善 把中国视为对手 视为系统性的敌人 那现在的情况是欧盟 已经感觉到他们错了 他们被美国人胁迫 美国是真正霸凌别人的人 他们被美国人胁迫 那现在他们想要改变 坦白说 德国的外交部部长不容易啊 对啊 他好反中的 这个反中的鹰派啊 竟然还会悄悄的 调整了他的态度 不容易啊 还有一个范德莱恩 冯德莱恩真的超清美的 冯德莱恩是拿两本护照的 他是一个美国人的 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人派在欧盟里面 看住美国人利益的 而且是执行美国政策的 冯德莱恩 他竟然也会悄悄的 改变他的口风 还有欧盟的一个外交部部长 也会悄悄的 改变他的外交口风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啊 欧洲人白人啊 白人就是一张嘴 那张嘴今天可以把你说成是坏蛋 明天跟你说他不是那么坏了 后天跟你说我们还是需要他 再后大后天跟你说 我们不能跟他锻炼啊 再大到后天跟你说 他不是我们的系统性敌人啊 全部都是他那张嘴 好像昨天把 那个美国的印太沙皇 那个Campbell 在讲那句话 美国 我们美国好像高估了自己 哎呀 终于是诚实斗沙包啊 美国真的高估了自己了 但是现在中国 在办这个博老论坛 你可以看得到 李翔讲的话 完全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大陆的经济更好 如何让周边国家经济更好 如何让世界经济更好 他也没有说你美国不准经济好 他也没有说美国你什么东西不能发展 也没有说要打压你美国一些什么东西 都没有啊 然后他提到了 中国今年经济是可以5个% 我觉得他好谦虚啊 人家已经顾到了6个%了 他已经5个%了 他还要加大投资中国 他还要加大对外投资 他还要扩展贸易 你就光看国务院总理这个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在忙什么 哇 银行快倒了 赶快救了 然后枪支泛滥 那个什么为了要可不可以妇女堕胎 哇 两边炒成一团 还有学校里面要不要读圣经啊 哇 打成一团 你就知道大家在忙什么 然后拜登还搞了一个民主峰会 那找了一些阿猫狗来 那讲的话就没了 好像是他的竞选连任的肇事大会 所以两边国家几乎在 好像不同在地球上 谈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一个一直在往负面的方向走 一个在往正面的方向走 那当然大陆当然可以不理你 赶紧讲说 我跟你鸡同鸭讲 我讲的是如何发展 如何和平 如何文明 你跟我讲的不是嘛 你讲的是 哇 我要怎么打中国 那我要怎么打自己 我要怎么打移民 我实在是搞不懂美国在干什么 所以整体来讲 我是觉得大陆现在态度都很好 而且访问大陆的人 每一个人都讲说 哎呀你帮我盖高铁 比如马来西亚首相 是你帮我盖高铁 新加坡说人民币等等 可不可以到新加坡来 很多资金到新加坡来运作 每个人都谈正面 那如啦 本来要去了 也讲说 我们要不要签自由贸易协定 结果呢 谁去看拜登总统啊 马克宏去去抱怨的 肖茲去去抱怨的 连最近前段时间 刚落选的巴西这个总统 去也是去抱怨的 到底是你在抱怨别人 还是别人在抱怨 怎么两个国家的 一个负面能量这么强 一个正面能量这么强 而且美国的经济成长 不管怎么估 都没办法超过2% 那现在中国是一定超过5% 那可是亚洲只能4.2到4.5 那谁把它拖下来了 就台湾啊 日本啊 韩国啊 那美国说哎呀这些 这个经济成长力比较差的国家 加入我CHIP4啦 加入我印代经济架构 帅将军在摇头 什么 我们跟美国组成一个叫 失败者联盟不成啊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